大家好,我是Dan 前几天,因为在直播中的发言 引起争议的来自成员孙汉 最近又被爆出练习生时期 在街上边走边抽烟的影片 以及非常多的爆料 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首先,一位网友上传了孙汉在街上 边走边抽烟的影片 接着就有自称是孙汉朋友的网友 爆料了孙汉见女练习生 想要介绍女练习生给队友 这些都是瞒着SN做的等非常负面的内容 不过除了抽烟影片之外 其他的爆料虽然在韩网很多人都相信 但因为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 所以需要大家自己来过滤一下 而目前因为接二连三的出现孙汉的争议 很多粉丝们都要求孙汉退团 但是在海外 大部分的粉丝们都是保护孙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通常爆料都是关系不好的人爆出来的 但他都是周围的人在爆料 我就想即使平常大家都在一起玩 但他们心里其实是非常讨厌他 如果团体里有这样的成员 所有的团粉都会离开 只会留下个人粉丝 因为无法跟这种出了问题的成员推CP关系 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 爱豆主要靠形象 这要怎么办呢 SM似乎不会让他退团 但如果继续留下他 团体的形象恢复将会很困难 而且对于新粉丝的吸收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可以完全理解韩国粉丝们的反应 他是公开练习生 不明白他为何过得这么不检点 斯汉娜就自愿退团吧 其他努力生活的成员们 为什么要因为你受苦已经是第三次了 真的已经给了你很多机会 你根本不适合做爱豆 放弃你的执念 这时候资源退团是对的 因为你一个人来自快要垮掉了 不论这件事的轻重 他的行为对这个行业的影响有多大 只要看看论坛就知道了 现在是新人需要吸引粉丝努力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成为了若坑的障碍 那就会成为前进的绊脚石 通常来说 我可以理解这些行为 但作为卖幻想的爱豆 如果职业一失失灵 谁会想成为粉丝并花钱呢 而且目前为止 在热搜上从未见过他的名字 就能知道他也不是个人气成员 我是Breeze 这家伙真的太厉害了 他的床上自拍被爆后 看他在音乐节目上哭泣 我就想 屎坛为了其他成员也不想引起争议 我只想默默的支持Anton 结果竟然是这样 他应该完蛋了 就连粉丝们之间也没有人想要为他辩护 大家都希望其他成员不受影响 大家都放弃他了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他并没有犯罪 这算是要让他退团的事情吗 这其实看起来像是一个充满自卑感的朋友 不断试图拉他下水的行为 这真的是该退团的事情吗 一直以来都感觉到 从某个时候开始 在哀悚界提出让人退团的声音变得太容易了 所以想问一下 看目前为止的情况 大家是希望退团还是不退团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各团身高最高的女爱豆排行 就是在各团中整理出身高最高的成员后 整理出来的排行 这个身高是参考了成员们自己在节目中说过 或者是官方提供的资料 可能也会有错误或者有漏掉的人 是我的错 希望大家能用留言来补充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请不忘小卡 请不忘我的后方 请不忘了 看不忘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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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